这里来,我跟你分享,在基督耶稣里的系列讲道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系列,在基督里的得胜 Triumphal in Christ Jesus, or Victory in Christ Jesus,在基督里的胜利 那还没跟你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跟你讲个笑话 在不久前,有一半的人,他们就在比赛,比赛怎么呢? 走钢丝,就是在很高的建筑,放着一条钢丝走在钢丝里面 所以他们就几个人打赌香叶比赛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双峰塔的上面 坐了一个缆,就是一个钢丝,就是走在钢丝里面 第一个走的时候呢,走走走,因为风很大,然后下面又很高 很害怕,走啊走啊,走不稳,总掉下去了 然后因为掉下去了,影响第二个人的心情和信心 到底哇,人不能的,第二个也是这样走,走走走,走到一半 还是不要走了,赶快回来,所以第四个也是这样 有的半途而非,有的掉下去了 其中有一个我要特别强调,有一个胖子 比牧师还胖一点点的胖子,然后他就走 走了,走了,走走,看他,大家都看不好他 哎呀,这个胖子站都站不稳了,怎么可能走这个钢丝走过去 对吗,大家都看不好他,大家都在楼下,就是那个,就是在地底楼下 议论分分说,这个胖子肯定是走不过去,就算走啊,也会跌倒 结果啊,那个出无意料的情况下,就是这个胖子啊,竟然给他走过这个钢丝走过去了 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之前那么多人走钢丝 有的掉下去,有的走一半就跑掉,有的人是有位高阵就跑了 为什么这个胖子这么勇敢,而且能够完成胜利的这场比赛呢 然后记得就访问他 小胖,小胖,刚才为什么你有这么样的勇气 和还有这样的坚持,能走完这个钢丝呢 那个胖子就对了记者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每次我要往底下看的时候,因为我的肚子很大,都看不到 看不到的情况下,就赶紧快快的走吧 然后他就顺利的走过关了 原来兄弟姐妹,有时候胜利啊,没有太多的逆绝 胜利啊,就是很简单的 简单是重复做 大家跟我一起讲,简单是重复做 简单是重复做 原来成功没有什么太过的奥秘 就是你很简单的相信耶稣 重复的,继续的相信他 胜利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Amen 来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加上传手里 我求你恩高讲台 恩高在座的每一位的兄弟姐妹 让他们打开他们属灵的耳朵和属灵的眼睛 能够听见和看见上帝你的话语 能够吸收,让我所出的每一句话 没有掉在地底下,而没有活效 反而要成就在他们生命里面 来让他们能够更爱你 能够为你,能够侍奉你跟神 祝我保,以下时间加上伤手里 祝你祝祷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不好意思,这边写到十九节,二十三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读中文和课本 翻到了吗?如果你找到哥罗帝书,哥罗帝书就在菲律帝书的前面 后面,sorry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隔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过去肉体情义的隔离 第十二节,你们既受死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死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死里复活的神的功能 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以基督一同活过来 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列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十五节,既将一切自正的掌权的努来 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花生 十一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过节期 耶稣安息之都不可让人认断你们 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些形体却是基督 十八节,不可让人因这故意圈须和敬拜天使 就夥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 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 不顾的至高至大,不辞定援手 全身既然靠着他,经界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的掌尽 二十节,你们若以基督同时脱离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二十一,二十二节,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二十三节,这一节,这些规条使人无有智慧之名 用十一经拜,治表谦卑,苦待己身 其实克制肉体的情意上,是毫无功效的 Amen 今天要跟你分享,在基督里的生命 我们怎么能够,原来哦 在过去的系列里面来,我们都能看到 第一,你必须,第一个系列我告诉你 你必须在基督里 如果你的生命来到教会 不管你来教会有多少年 多少,多少,多久,多好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在基督里能够接受耶稣 你都是站在外面 外面,站在外面的人是看着闹的 站在里面的是知道寒刀 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面呢,你就有所有上帝所预备 基督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 上一次我们才谈到基督里面 有多少的丰盛是具备给我们的 今天,我们来看耶稣 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生命 你其实不用过一个失败的生活 其实你不用过一个很沮丧的生活 因为上帝已经答应给我们 在每一届,每一个世上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情感 包括你的一切一切所做的 上帝都答应了我们 给我们承诺 给我们应许 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一个 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得胜 得胜的方法 隔离 圣经说 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所行的隔离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妹妹,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信了耶稣之后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知不知道 耶稣为你做一件事情 在他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已经受隔离了 而不是人所所行的隔离 这里的隔离是属灵的隔离 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一件事情 是帮你隔离了 那么我们回来问一个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是隔离 隔离呢是在圣经中记载的一种仪式 以色列每一个男孩子在出世的第八天呢 就要把他的生殖器官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包皮就割掉了 所以就有隔离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这些民族 以色列民族呢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代表是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一个表证 全世界的人当时上帝跟以色列人毕业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没有隔离了 上帝全是以色列百姓成为他的族群 成为上帝的子民 就做这个预表 成为原来这些人是分别为生的一个族群 分别为生的一个百姓 就有隔离 然后 在基督里呢 耶稣为我们自行的属灵的隔离 基督所受的隔离 不是除掉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真正的隔离 他们包括鬼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那里也好 现在已经没有难处了 我们年代可能还是很 没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的孩子啊 现在出世马上就跟你隔离了 因为这个是 现在的社会都是讲究 所以他有这样的方便以后 一孩子一出生就割包皮 以前我们年代就没有 所以呢 隔离啊是上帝的 为我们做的 然后呢 他是除掉身体上的一部分 可是在属灵里面呢 兄弟妹 上帝耶稣除掉了 不只是一部分的肉体啊 上帝耶稣愿意而希望的 除掉是我们整个肉体 除掉我们的老我 除掉我们救人的生命 内心得到洁净 还有这才是真正的隔离 我们属灵的隔离 意味着脱去肉体的情欲 有没有 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 然后呢 在希腊言文脱去啊 这个是脱去啊 叫做epicarosis epicarosis什么意思呢 epicarosis的意思就是 剥掉眼离的意思 或者丢弃 或者说剥掉一个臭的肮脏的衣服的意思 所以呢 兄弟妹 假如我们信主耶稣之之啊 以后呢 没有好好地对付我们的肉体 我们将生活在每个各方面呢 都一样面对失败 所以不要信主过后就算 很多人哎呀信仰耶稣就 就好了 信仰耶稣不是好了 你必须要为你的救恩 为你的信心打美好的战 为你的救恩完成 完成那个就是要为你的救恩 finish the work of your salvation work up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empering 就是为你的救恩来工作 为你的救恩来付出 我们再看 这便说明了 为什么许多一些基督徒啊 过着潦倒啊失败的生活 因为他们没有学习 把旧的生活 旧的生命抛开 要学习 不要过着旧的生活 来放纵肉体的群衣 任由他来做主做王 要学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因为圣经这里讲 因性 要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 那么你问牧师什么是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请注意哦 这很重要 什么是一个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 就是看见神所看见的 换句话说 要有神的眼光 要相信神的看见 神有什么看见呢 神有两个看见在这个经文里面 哪两个看见 第一 You are there 你是乐 第二 你跟耶稣一起活过来 很多人信仰耶稣 他以为就是来到教会 跟着一种的 就一些的宗教仪式 还有圣餐就守圣餐 有洗礼就洗礼 没有办法 因为来到教会嘛 教会有这样的意思 就跟着就好了 不是的 基督徒的信仰 是一个 讲究 或一个 信心的信仰 如果我们有信心 我们 整个信仰 就变成一个宗教仪式 你必须要有信心 看见耶稣为你做了什么 他说 你们从前在过犯 而未受隔禹的肉体中 死了 然后呢 神赦免你们 你们一些的过犯 便叫你们 和异基督 一同活过来 这里有几个希腊言文 等一下我们来一起研究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两个看见 你必须要看见 第一 圣经说 耶稣说你已经死了 很多时候 我们还活得很 很够力一下 还活跳跳 我们在我们以为 我们信好耶稣呢 我们 我信好耶稣 接受耶稣了 我依然的 过我以前的生活 乃高教器 烟招抽 女招炮 还有 还有什么 就是 照理应该过 但是我信了耶稣 不同的 今天为什么不同 我不同就是我信了耶稣 我有穿十字架了 但是我的生活 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聊到一样的旧生活 这不是耶稣和上帝 希望你过的日子 这不是上帝要你 你过的日子 圣经说你已经死了 这是每一个人的处境 应该要有个处境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 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十二节说 描述这是神的工作来的 神在你身上有这样的工作 借着信心 接受新生命的 新生命以前 你必须死了 如果你没有死 你永远接受不到上帝给你的神 上帝要你把旧的生命丢掉 不是要害你 上帝要把旧的生命 帮你丢掉之后 他丢掉之后 换掉之后 他才能够给你新的生命 很多人信到耶稣 他没有领受新的生命 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可是我们看下去 我们没有信 我们还一样去 在工作 在上班的时候 也一样这样骂人 还是这样的 这样诅咒人 还是在驾车的时候 那个人家隔你车 你就在那边 那边车骂人家 没有信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上帝为我们做的事 第一 你必须要看见 你已经死了 这是上帝的话语 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 死 死 是我们的状况 死 是一种事实 我没有感觉到 我还是很活啊 因为我每天还是很活啊 我每次生气起来 我的火就起来了 我那里有死 对吗 你可能问我 我那里有死 但是你必须 凭信心 借着信 因信 相信 我已经死了 你必须要看见 我这个肉体 所有肉体啊 不能帮助到我任何什么东西 这个肉体呢 不能帮助到我上天堂 也不能帮助到我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 所以在耶稣的生命之前 那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死亡 他们不是病人需要医生 而是死人需要一个救主啊 兄弟 你不是病人 你是死人 告诉你 隔壁旁边 你死人 是的 你必须要看见 这个看见 因为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 第二 你以基督一同活过来了 那里 一同活过来了 圣经说我们已经跟耶稣一起活过来了 死呢 sorry 我回到刚才忘记讲 死 这希腊语文叫 Nikros 大家跟我讲 Nikros Nikros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没有生命 失去生命 意思是说 上帝要你把你原本的生命丢掉 你原来原本的生活丢弃 上帝才能replace 重新放一个新的生命给你 Nikros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活过来 活过来 这个有点难读啊 来试试看 你们看啊 sus sus boy eo 我很难读啊 你们不用读吧 总之他的意思是这样 是这样说 活过来 可是这个活过来 有个目标 他不是 只是活过来不然 这个活过来 是说 一起活过来 一定要一起 跟随一起 跟基督一起活过来 所以说你们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见 你的近里 是有意义的 敬礼的整个过程的意义 你必须要看见你在水里面 你走进水里面的时候呢 你已经跟耶稣一起同死 当你起来的时候 你跟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 你的活过来不是一个人活过来 Hallelujah 你不是单独寂寞的一个人 原来耶稣陪你一起活过来 然后你有这样的新生命 然后呢圣经讲 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 因为基督让你活过来的 今天你来礼拜堂啊 比如说你今天来礼拜堂 你绝对不会说 你把手放在家里 今天我的手不想来教会 我就把手放在家里面 然后我自己来就好了 然后呢 我就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来的嘛 对不对 是整体的 你就是整体的 所以你必须要看见你和基督 基督如果能够复活呢 你一定能够有复活的生命 Amen 所以呢 请你信仰耶稣 你必须要完成救恩的功夫 不要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上 就过一个很普通的日子 就是简单来说 你的依注实行 很多人 花很多的时间去打扮 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哇 几百块几百块 又是blended的 哇怎么样 把很多的时间 码很多的钱 活在打扮他的个人的方面 这是没有错的东西 因为我本来教会穿得很干干净净 很有礼貌 就是一个对上帝一个尊重 是好实在的 但是有些人 花了很多时间 在那边打扮上 那三十个小时 可是他的灵人呢 他属灵生命呢 却好像很糟糕 他的属灵生命很脆弱 因为常常没吃到饭 因为他时间已经没有了 花掉那个打扮的时间 他已经没有读经 有些人 在要去住的地方 要住得好一点 所以他拼命的 从住在flat里面 一起拼命的赚钱 做钱买打物质 买更大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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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帮哥来住 这也是没有错的兄弟妹 如果你有能够的话 住好一点 睡的好一点 吃的好事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时间 把你所有的精神 都花费在建立你自己的家园 而你没有建立你在天上的家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 请问你信好耶稣 你有活到的时间 是来建立你这个属灵的家 你将来必备要跟耶稣一起 活着永远 我们活在世界上 都是暂时的生命 我们这个人生里面 几十年而已 我们却要永恒的 永远的 跟耶稣在一起 请问你的投资投对了吗 有些人投资 一直投资 买物质 有的物质不够 还要买第二间 第三间 有的好有好几间物质 问题是 你能住得完吗 不能住得完 你只能一个时间 在一间物质而已 但是我又问 我又问每一个更重要的 你在天上的家 你准备好了 我们再讲食物 你看 我的身材就是吃出来 一直在吃 我说吃是没有错的 人在病城真的是 糟糕 美食天堂 笑食天堂 那里都可以达到吃 病城很怕饿死的 知道吗 连病城半夜四点 你走走街 还是有人吃的 你不知道哪里有的吃 你找我 我带你去吃 但重要是你要请我吃 所以你看 吃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吃 吃吃吃吃 甚至我们见到人家问候 哎 你讲八回 对吗 吃好像是很重要 吃的确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身体的补足 不要太多了 太多就肥肉了 但是呢 我更兴趣的是 你有没有为你的灵命来吃 你有为你的灵命补助营养吗 我们吃 不只吃 我们还要吃好的 我们买很多的维他命 哇 鱼干油啊 维他命C啊 还有凉胜啊 牛奶多的啦 种种 我们都懂得补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的灵人啊 从来没有给他吃维他命C的 也没有给他B complex的 也没有给他C的 对吗 所以圣灵妹 你必须要花时间 你怎么投资在你的 T柱实行里面呢 表示你看不看重你的属灵生命 你看不看重建立这个 把 有些人把肉体啊 建立的很好 每当 每当说哎 圣经姐妹你必须要花时间来祷告 哇大家都说 OK牧师你既然讲了我也做 我每天花十五分钟来祷告 可是祷告不到五分钟就跟 因为你的肉体一开始 叫你不要祷告了 你的肉体总是让你 不喜欢做属灵的事情的啦 你怎么样 能够过一个 得胜的生活呢 你必须要看见 上帝要你切除 这肉体的物质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要坚持 你说 我要一定要跟耶稣一起过这十五分钟 坚持真的很重要的 当然不是一天两天 要每一天 所以我鼓励了人家说 一开始你就定很大的目标 每天祷告一个小时 你走不到你 你就放弃了 你可以从十五分钟开始 很容易的 十五分钟唱歌五分钟就过去了 对不对 唱首歌赞美神的歌就过去了 他祷告五分钟 七八分钟 然后一个谢恩 不去了 你能设意力的目标 能够做得到了 然后再慢慢增加 而不要一开始 听到 听人家什么 他祷告两个小 三个小的也跟着人家 祷告两个小的 当然能做的大是好的 但是如果做不到 而因此而欺念而永远不做 那是真糟糕了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目标 而开始 你要读经 你要了解上帝的破领 Amen 我们第二来看 得胜的道路 sorry 得胜的道路 实际上 第一个是如何得胜的方法 然后 然后 我们已经告诉 我已经告诉你 应该靠着隔离 我们今天的隔离是什么呢 就是敬礼 就是受洗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属灵的隔离 然后我们今天 上帝如何 上帝选择怎么样的方法和道路 让我们得胜的 应该是靠着祂实际架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十节这样说 又涂没了 在律列上说写 可以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日具 把祂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自证掌权的鲁来 明显的给众人看 就这样的十字架发生 在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经文里面 这个湖墨呢 希腊英文叫 エッセレフォー 他能讲エッセレフォー 意思是说 就是 洗掉 涂掉 涂掉 然后呢 日具呢 就是欠担 欠担 是以前 你所做 一切所做的 有 保罗说呢 我们所有人的账 所有人的过犯 所有人的罪 都算在耶稣身上了 他一个人来扛 借着十字架 还清一切 所有的债务 所以 重点 你今天信了耶稣之后 你不应该再有 定罪的感觉了 你也不要在魔鬼来欺骗你 你总是做不好 你都是一个讲基督徒 你是很虚伪的 在家里是一个人 在家来教会另外一个人 你不要受这些魔鬼的欺骗 耶稣已经为你所有的定罪 为你所有的过犯 还清了 一次过还清了 你不应该有定罪的感觉了 你不应该有定罪那种的思想 因为这是魔鬼的欺骗 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 是完全的救恩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不但除掉人类罪的刑罚 而且打破了罪恶的权势 这是一副罗马大将军 凯田回罗马的图画 那你看哦 为什么保罗会写这样 就是说 帮我们将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一切所攻击 我们所来定我们追的 都把它除去定在十字架上 不只定在十字架上 而且呢 将一切自正掌权的如来 然后显明给众人看 照着十字架来发生 正经讲 在保罗写这个的时候 他有个概念哦 在两千年前 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保罗所出的那个时代 是罗马掌权的时代 那罗马人是这样的 罗马人他们每一当打完战 打圣战 他们就会做什么 就会把这些被打败的那些人啊 将军啊 和他的君王啊 都做一个游行 把他们绑了 做一个游行 让大家看 这是我们打败的君王 打败的将军 打败的人 都是我们这些被打败的 给众人看 所以呢 耶稣 保罗用这样的词句 和这样的表明 和章 来表示说 耶稣得圣不只是得圣 为了你 让你 就是救你 然后让你有得圣的生命而已 而且是要 让众人 众人包括魔鬼 撒旦魔鬼的权势 今天你得救 你已经把 上帝 上一刻 我们讲到 说 耶稣把我们牵你 把你圈到 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 把你 transport 把你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他不止这样而已 他还要让魔鬼基督 魔鬼 以前所攻击你 魔鬼所欺负你的 让他知道 从此以后 你给他有一个切除 有一个切除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当时 一个强大的 罗马帝国 一个强 和强大的 宗教组织 犹太教 赫谋起来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你看到没有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 万万没有想到 耶稣竟然用 人家最瞧不起 最不起眼的十字架 向他的仇敌夸生 如果他们早知道这样 他们一定会用十字架 来钉 死 荣耀人 撒旦本以为 采用十字架 来羞辱耶稣 耶稣竟然 占着十字架 向他扩胜 这是主拯救我们的道路 十字架 什么十字架 十字架的功能又是什么 十字架在古代里面 在2000年前 是一个很残酷的刑法 在当时的社会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处分 如果那个人 不是犯了一个很令人可耻 令人很法子的罪 所以他不会钉在十字架上 不是随便人家 不是你偷一块钱 就把他钉在十字架 不是这样 是因为你的罪很大 罪大恶极的情况下呢 你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就是这么一样的一回事 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 通常那些被钉在十字架的人呢 会做几个步骤 第一 他一定要把他在行刑前 把他游行一番 让人知道 这个人犯了几大的罪 游行一片 然后把他的衣服霸掉 裤子霸掉 真空的 侧身肉体的 展示在人面前 让他羞辱一番 然后呢 让他在人的面前 失去人权 而且 用长钉呢 这钉是七寸长钉呢 穿过 有人说是钉在这里啊 这里有点不可能啊 因为 人的重量啊 你一钉罢了 一拉整个身体就把它拉扯 我相信呢 是钉在这里 跟着他的 这个叫什么鼓 我也不知道怎么鼓啊 我不是医生 抱歉 总之这边有个鼓的 连鼓都穿过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双脚 交叉 然后那个 钉就钉在那个交叉处 穿过 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任由他慢慢的死去 其实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啊 不是因为钉在十字架而死掉了 因为你被人家拉扯了 这样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 你的呼吸就很困难 呼吸就很困难 结果 每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 不是因为被钉而死 被钉死 而是因为呼吸困难 无法呼吸而自死的 除非那个人 是一个很极图的重患 要不然 不会用这样的心法 对一个人 因为他浪费很多的资源 浪费很多人力 潜力 来钉死一个人 然后 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你知道吗 十字架 他没有钉耶稣之前 十字架已经有存在了 在古罗马时代的十字架 他不会妥协 他也不会烂布 就好像他不烂布 不妥协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中 所以十字架是很有大功能 他功能就是将那个人活活的钉死 而且 如果你钉上了超过六个小时 你拿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死掉了 所以 头一次出现在基督历史上的十字架 是这样的十字架 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们 都出去 传扬他的福音 所传讲的 并不是什么 也没有讲说今天来教会有什么节目啊 有周杰都来啊 郭福城来教会啊 你们来看演唱片 不是 以前 两千年前传讲只有一个信息 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然后呢 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呢 无论到那里 他们带着十字架 好像同一革命性的 将大能 耶和十字架的大能 倒在那里去 十字架的激怨的信息 改变很多的人 包括大使的扫罗 将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改变成温柔和有信心的信徒 使徒托人 使得这样的能力 能够改变坏人 成为好人 使得这样 衰脱了历史悠久 异教的耶稣 使得更改变异 使得更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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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无法改变 使得更改变 里面差不多有五六个都是钉十字架 第一个彼得 彼得说最后彼得是怎样死的 彼得圣经讲彼得是钉在十字架死的 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呢 他说一句话 我不配钉十字架 你叫我倒转来钉吧 他死的是到钉十字架 另外一个人叫斐利 我没有照片不好意思 所以他也是到钉十字架 另外有一个门徒叫Andre Andrew 他是钉十字架的打钥 他说我不配钉十字架 你把十字架放成X X型的 巴多罗美 巴多罗美 也是被钉十字架 耶稣的弟弟 犹大 不是那个称吗 耶稣的犹大 耶稣有个弟弟叫Judda Jud 也是被钉十字架 可是 今天回来 我们来看 今天十字架又是怎么样的 今天十字架我找一个 我今天不是来拿十字架的干杯啊 不是啊 不要问问啊 这是我找到最大的十字架 这个是项链来的 哇 今天十字架变成一个 什么 装饰 今天十字架变成一个信仰的标记 今天十字架变成一个崇拜的徒徒 今天十字架 今天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耶稣的死亡 当人把它被上死的事实变成一个审美观 拿来摆设的时候呢 十字架就失去他的原本本 当人把它当成一个象征 十字架只是一种信仰的象征而已 过在景象上呢 或者 过在脸上 有的甚至能过在脸上 现在很流行 过在脸上 或者过在脸上呢 就已经当着一个驱邪的一个符号 往好的方面来看呢 它只是一个软弱的一个标记而已 从过来的方面来看呢 它成为一个人盲目崇拜的一个偶像 这样的十字架 是今天千万人所崇拜的 而他们不知道原本十字架的胆利 今天各位妹妹 你的十字架又是怎么样 你今天背的十字架又是怎么样 你还敢说 我要十字架 尽量穿大一点的十字架 牧师没有穿十字架的 不是因为我 你们穿没有错的 但是我觉得十字架应该在 不是那个外表 是背 背起十字架 是每一天都在穿着的 背着 请问你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十字架 那兄弟妹妹 我们来看 我给你看一个观光复 你的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就是这样的十字架 有一个人叫小明 他信了耶稣 然后他就背十字架 他也跟其他的兄弟姐妹 其他的基督徒一样 在每一天都背他的十字架 然后呢 走啊走啊走啊走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十字架太笨重了 又长又笨重 拿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然后呢 他就跟耶稣讨价还价 主啊能不能把那个十字架 剪短啊 剧短一点啊 比较容易好走好拿嘛 要不然这么笨重 可以吗 耶稣没有回答他 他自然自己做了主意 把十字架把它给切了 然后切了之后啊 就切了 拼命的切拼命的切 切了之后 感觉很爽 不错 比以前好拿的多了 比那个十字架 之前的十字架 好备的多了 所以他就一直的走一直走 日子过了一阵子 他又觉得 哎呀 还是很笨重这个十字架 能不能 如果能再改变一下 会更好 他又再登上议 讨价玩家 耶稣啊 把十字架再切短一点 可以吗 只要请问十字架再切短 就变成一个什么符号 变成一个夹子 他一直在切短一点 给我很容易背一下 给我很容易拿 不要这么笨重的十字架 我不要背这么笨重的十字架 耶稣没有伟大他 他自作主张的就把十字架又再切了 我们看 哇切了蛮不错的 好像很有 他的手一定一次分二次熟了嘛 就这样很轻松的把十字架给开切了 你看他现在的十字架 你看他十字架已经跟别的十字架不一样了 轻松很多人家的十字架还要拖得低上走 现在你看他完全是不用带着十字架 是很容易轻松的走的 走啊走啊走一片走 走到每个人都一起走 他比别人轻松 你看他还可以唱歌耶 你看多轻松啊十字架 别人还背着十字架很辛苦的走 他还在那边唱歌一片走耶 兄弟妹 我们走到一个 到了一个时候 镜头 就是世界的末日的时候 他看见 诶 有一个悬磨 有一个 啊悬崖在那边 不能过怎么办 他在 在想着怎么过的时候呢 我们看第一个在左边 原来哦 这个十字架 是来过这个 过这个 这个圆 这个圆 每个人都把十字架 放在那个 那个圣缘里面 而让他 轻易的走过去 那个圣缘 而他怎么办 他十字架 已经变成了十字架了 他已经不是原本的十字架了 兄弟妹 他十字架已经变成 十字架了 不是十字架 已经变成十字架 不是十字架 我们看下去 他很拗费 因为他管他十字架 截短了 他过不了关 请问 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图片 请问 你的十字架又是怎样呢 你有没有信到耶稣 总是找sort card 总是找 捷径来走耶稣 到你 今天你要得胜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答应你有得胜的生命 但是从来 上帝没有给你答应说 你可以走所干 把你的十字架解脱 圣经说 若有人要跟踪我 天天被其他的十字架 才来跟踪我 耶稣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十字架并不是过敏的 不要因为我讲了这个道以后 以后就把你的十字架收起来 不敢穿 这不管是 你还是可以穿 但是我要告诉你 十字架并不是穿美的 十字架本是上帝的大人 要救你们 要让你们在你们的生活上 你的生命中 你的生活 家庭和你的工作里面 都有得胜 阿们 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